四位恋爱失败的代价代曲团成员重新上阵 分享经验教训 踩穷书生 酸秀才 爱拽 臭拽 第二句话 不会谈恋爱 您觉得这个标签准确吗 硬刹扬错 他们能否产生新的恋情 您为什么会突然脸红呢 我也不知道 请问您愿意跟他换个座位吗 好好好 我还是单独跟他搬女士 哦 就他呀 魏先生是直接喜欢他的是吧 四位首次亮相的主要嘉宾毫不示弱 还有机会 我给打105 姐 情敌出现 正常的 走过艰辛与坎坷的她们 能否迎来后半生的幸福 我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在西里大街 走一天都见不到一个中国人 嗯 现在满大街都是 现在满大街心里都是中国人 爱情从未止步 选择整装待发 天日期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选择 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看到后面呢有四把椅子 会有四位代驾代曲传的朋友来到这里 2014选择温情升级 特别推出代驾代曲团 我在2014年2月份参加了选择 参加过一次选择节目 那是还是去年2013年月份的事 我是在那个2014年3月1日播出的没多久 她们都曾亮相选择舞台 却与缘分擦肩而过 他们对爱情的渴望依旧向往 我还是想继续的参加这节目 代驾代曲团呢能压力小一点 但是还有漏脸的机会 多一次的机会选择 一个人这样生活 咸一蜜也喝的 这样下去的话不是个事 还是需要情感 多一种选择多一份缘分 代驾代曲团选择与您共同见证 爱情降临 游艇第一位男嘉宾 掌声游艇 您好 小亿台阶 您好 代曲团一号先生 任金华62岁 北京人 婚姻状况离异 和爱热情的人先生 家住北京安定门附近 车缅店是停那个 皇帝的车缅的地方 隆居凤缅吗 平日里的他 喜欢逛逛胡同 打打平方球 但任先生最大的爱好 就是看书 我这一生呢 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平常也是爱看书 爱学习 朋友们来了以后 说是书的话落这么高 都到房顶了 都叫我书吃 您平时最爱看哪方面的书啊 政治方面的 历史方面的 还有医学 人体解剖 中医经络 这些都有所涉猎 任先生2014年2月 做客选择 之后也多次在观众席亮相 但为何他始终无法寻觅到义中人呢 您经常会坐在观众席中 对不对 是 来过 坐过 也嘚瑟过 也嘚瑟过 为什么那个时候有点乱了 采穷书生 酸秀菜 说话的话 有的时候爱 爱拽 臭拽 我对他可有印象 刚在大门口见他 我是好像他都上了好多次了 我记得连先生好像找得不错吧 我看上的那位女士的 也非常优秀 而且呢 她的印象呢 在脑海里边是抹不去 就是无意之间的话 梦中 见到了 迫切的心情赶紧给你们打电话 这个电话给我急坏了 几十通的电话 这2122的话都不好打 你在电视上一看就梦到了 不是一看就梦到了 他过了一段时间 连那位女士的名字也没记住 他穿的是一件黄衫嘛 后来 那次呢 我也特意穿了一件黄衫 来台上 后来呢 编导真是费了苦心 把那位女士约见到 在2014年2月16日的选择节目中 任先生首次亮相 只为寻找梦中人 他是12月29号出镜的 完了我就感觉呢 就是说是当时 是要给他擦眼泪 梦里面要给他擦眼泪 然后呢 他说他自己比怜心还苦 我呢 就上去的话 要给他擦 结果呢 自己眼泪也出来了 这一活动 行了 知情执着的人先生 如愿以偿 见到心仪女嘉宾的瞬间 真情流露 你是我吗 是 愿意来到现场吗 刘女士 欢迎 你好 陈梦桐 哎呀 先生 先生要 先生要哭了 我好感动 请坐 没有心意准备 知道 知道 因为今天真的是一个特别的安排 让先生跟我们 谢谢 坐吧 来 坐坐坐 如此令人动容的一对有缘人 为何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就是家里边的住房 有点窘迫 老四头院 就是现在成大杂院 过去的风光已经不在 那是溥仪的姑姑外那盖的房子 现在那是人民日报的宿舍 大杂院 居住条件很不好 12平方米 我想说 12平米 就是说 有那么大吧 好像那是 就是说咱们到这里 一个小平台那么大 除了就好像搁一桩床的话 其他就没有地方了 是不是 也就是说 您觉得您这么长时间找不到 合适对象 是因为房屋的窘迫 对 对方的话 直接就提出来了 别的都好 我也没要求 但是我们的条件 但是我们的条件一定的话 是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这个房子确实是个现实问题 同时呢 刚才他说了 梦中 而且牵挂了好多天 这也是一个重情的人 对 找到一个特别合适 特别心仪的 也确实不容易 所以我也是想 真的 如果能够接受这十二贫义 同时呢 喜欢这老爷子的 您就打 要不您就别嘚瑟他了 还真是够呛 我要年轻的时候 我就罗魂 什么都没有 都没关系 我都可以创造 这我为什么 年轻啊 对不对 到这把岁的时候呢 这东西就不是那么事啊 所以说要现实 而且我要跟您说啊 任先生 我觉得您吧 也偏喜欢太漂亮的女士 就是那个漂亮道巴 我觉得你驾驭不了 所以就是 它确实不是您的菜 这您吧 您本来应该吃凉拌菜 给弄了一个鲍鱼 一吃还肠胃不好了 你明白那意思吗 适合自己呢 才是最好的 您应该选择一个 欣赏您一点的人 您说是不是 所以我倒觉着 您这么优秀 肯定有合适的 关键看您爱不爱吃土豆丝 是啊 愿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灵 得又开始了 不说了 不说了 谁给你玩自负责也 谁给你玩自负责也 现在讲到了 我觉得没什么用 在一起过日子 就好好过日子 对 就得了 哎 你讲那些什么 在大里面有什么用啊 您就应该记住一句话 我就有个媳妇给我做饭 收拾家说话就挺好 哎你就记住这话 大白话 您老弄那山无灵 水无灵 汇到灵绝顶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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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弄这个 我就觉得 这 这 确实离我们生活远点 好不好 对对对 您看这位红衣服大姐 您说我说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 有道理啊 有道理 您说是不是 那个您要把自己 比喻成一道菜 您是什么菜呀 大白菜 大白菜 我跟你讲啊 萝卜白菜才保平安呢 就是 您单身吗 不是 那你老公喜欢吃大白菜吧 是 我想问一下现场 我单身的女士吗 您好 您觉得自己是鲍鱼 还是土豆丝啊 我觉得应该是个鱼香肉丝吧 不至于那么清淡 就是说比土豆丝吧 它还有点油水 是这意思吗 是这意思 来这位大姐 您好 您好 汪凡 您多大年龄 我今年57岁 57了 您看得可真年轻 谢谢 他确实有刚才说的那个条件 只有一个12平米的房子 您介意吗 那都不介意 主要是两个人 人体 他本人的人体好 俩人心同意合 多大的房子 就没房子 咱们租个房子 可以 很好 小一点 这样没住 只要有房子 就可以 是吧 有住的地方 最起码解决了 有的说的不见得 说就那种事 有的说的和做的不一样 表里不如一 也不如一 台上讲的 和漂亮的 他说的和实际做的 干涉的不一样 戴亚戴曲团的一号男士 我们来看一下戴亚戴曲团的二号男士 先生准备好了吗 好了 掌声有请 先生您好 您好 戴曲团二号先生 魏长林 六十四岁 北京人 婚姻状况丧偶 职业水质处理工程师 魏先生 2013年1月亮相选择 我现在去找 可以说 因为是想找 就是说性格比较开朗一点 好 在那次节目上 我没有选择成功 但是呢 编导给了我 提供了不少的热线 大概得有 二三十个热线嘛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嘛 都没有选择成功 恋爱失败之后 时隔一年 魏先生再次求助选择 他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 又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客户呢 魏先生刚才听到我们介绍 任先生的故事的时候 您什么感觉 跟我有点相似吧 为什么 您也是12平米 我那个房子不是 不是房子的问题 房子有 但是您是其他问题 我看他就是 他所说那些条件嘛 反正比他那低点 我都不是要求 就说那个很高的 基本来讲呢 就是说 稍微有点眼圆 你看他那外表 我看他那外表好像有点那个 挺有素质的嘛 主要还是踏踏实实的 过日子 上次您好像选择成功了吧 没有没有 没有 那上次选择过之后热线不少吧 有点热线 对我听他们说至少有几十个啊 招演于现在 我们的编导呢 会在我的提示卡中呢 提示每一个人的特点 写到这个魏先生的时候 特点非常有意思 您愿意听我读读吗 可以啊 编导对您的印象 读了啊 读吧 这万一有您接受不了的呢 那没关系啊 那可就播出了 我读了就播出了 那就别人对我的印象 那就是那咱不能强加别人 其实现在这个魏先生心里边呢 特别的紧张 但他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写了什么 来看编导对魏先生的一个标签是 水处理方面的工程师专家 这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不会谈恋爱 您觉得这个标签准确吗 主角 您确实不会谈恋爱 对 听他那语言啊 说话啦 嗯 可以听出来 他很贴切地给他说的这个标签 我跟你说 他就这种性格 我也是这种人 您是那种就是嘴贴特甜的男人吗 不是 比如说一会儿 哎呦老婆辛苦了 哎呦这会儿我干什么什么 是这样的吗 不是不是 对呀 所以就编导对您的印象 肯定有他的想法 对 所以在后面这一年多了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在这一年多了 因为工作确实紧张了点 您有在我们节目中看上喜欢的吗 嗯 反正那天看到一个 看到一个 但是我 因为 因为第二天嘛 准备上班 就仓座看了 我就看到她性格还可以 叫什么 也许就在观众席 啊 我那天看到那个 一个姓班 魏先生心仪的女嘉宾 是三月一日亮相选择的 班素清女士 我是竹筒到豆子 有什么咱们就说什么的人 在本期节目录制过程中 班女士将作为代驾团二号女士登场 此时场上的代曲团二号先生魏长林并不知情 而在后台后场的班女士也感到颇为意外 想哭 想哭 嗯 为什么想哭啊 有人喜欢我 我是背中心下 哎 这下面也写了说 由于班女士家里的情况今天没有来 哎 那个 得有事也很正常 假如今天现场的嘉宾 有一个特别喜欢您的 我觉得我跟那个男士也合适的 因为我俩的性格合适 您觉得还是等班女士呢 还是咱先该喜欢谁喜欢谁 那就顺其自然吧 那万一班女士看到了不高兴了怎么办呀 那也可以 我怎么觉得我这画像挑事呢 你满意吗 满意 挺稳重的 班女士你喜欢她什么 上次因为我就看她那个性格挺挺好的挺开朗的 我看那个脾气也不错 看那个当初那期的 反正那个男嘉宾年龄挺大的 我看她还给男嘉宾按摩了 哦 您想找个人帮您按摩呀 就说她给男嘉宾按摩了 个方面 表面我做得挺好的 她顶身的时候穿了一下 哦 您还真穿着了 我说那胳膊 真穿了一下 就这样 您这是哪只胳膊呀 哪只胳膊呀 我左胳膊 哎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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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呦 哎呦 行 我给她捏捏 她胳膊搞卫生坏了 就有点僵 说你给她捏捏吧 我可以 您觉得这个魏先生他看上哪一边 就觉得我比较体贴人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位女嘉宾 您好 您好 您贵姓 张岳英 您不叫班淑青啊 张岳英 掌声有请下一位 谢谢 您好 您好 代驾团一号女士张岳英 53岁 户籍河南交座 婚姻状况离异 张岳英女士曾在2013年8月 亮相选择节目 父母以前在北京换部工作 然后随着这个工作需要 调到河南交座 老婆家舅舅都在北京 然后专门回北京来找个对象 因为我生四个月就退休了 上次来的时候还在河南上班对吧 对 这次来已经退休了 一月份退休了 生活也很有品位的 你看这穿衣服很时髦的 老爸老妈都在北京 爸爸不在了 妈妈在北京 三个舅舅在北京 当时是爸妈妈是属于下乡 支援三线 哦 支援三线 我爸是高有机玻璃专家 以前他们都在北京换部工作 嗯 费先生 55岁 爸爸也是专家 我也听不上专家 您现在的脸已经变成了紫色的 为什么呢 这女的没上去的 她还没红 她肯定见着她 好像有点激动 这个女的 很漂亮 您为什么会突然脸红呢 我也不知道 哦 这个是不是就叫来电呀 王英老师 对啊 所以她是一个 怎么说 挺木讷的一个人 但是我们这个姐一上来 你看她坐立不安 她手就在这转 在这转 就有可能她会 第一个来讲 可能会感到压力 因为挨着她们 另外一个 她可能也很想知道 这是到底怎么样的 一个女人 有期待吗 有一些条件 还得需要考虑考虑 哪个条件 她的户口好像还在和难受 反正这个 还得看具体的情况 具体再了解一下 是吧 她就这种人 也就是这种性格 她真是不会谈 也就是说 您一看人家就脸红 但是一想呢 又觉得有些条件 可能不是最合适的 对吗 是 我觉得主要有缘 无所谓 有的人她觉得 不是北京户口 她挑这个 那是人家的想法 是吧 无所谓 无所谓 好 最后一位女嘉宾 即将登场 是我们 代嫁代起团的 最后一位女嘉宾 非常有请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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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赶紧赶紧认识一下 您归姓了 代嫁团二号女士 班素清 59岁 北京人 婚姻状况丧偶 班女士在今年3月1日 选择节目中亮相 自己的命 自己做主吗 我那下了决心了 我就要为我自己的命运呢 我为我自己的今后幸福呢 我也所以回主 就是这样 我就来 节目播出之后 今晚的代曲团二号先生 魏长林 魏他而来 幸亏刚才没松口 要不然就掉我的坑里了 魏先生特别喜欢您 哦 就他呀 魏先生是直接喜欢他的是吧 您看啊 水处理方面的工程师 怎么样 可以 后面还有一句 不会谈恋爱 怎么样 可以 可以 哎呦 快去问我手 快去问我手 哎呦 哎呦 您好 您好 请问您愿意 跟他换个座位吗 好好好 请问您愿意坐近点吗 就会影响 说话就行 哎呦 哎呦 你差点让我做风了 哎呦 各位听什么样 哦 这个女士也特别大方 然后就是都可以 不会谈恋爱 我可能会教他 嗯 是这样吧 嗯 也就是说您对我们这个先生印象不错 可以 挺好的 这都不用我做工作 我怎么那么没有成就感呢 不管配不配 人家男人是喜欢他呀 我觉得你比他漂亮 二位坐在这 咱们就当着大家面谈一次 我们看看您是不是会谈恋爱 好 来 请坐 飞先生 嗯 今天来这里开心吗 挺开心 请您在一分钟 算了 你的一分钟肯定搞不定 请您在三分钟之内 问出您最想知道的事 开始 上次我看到你那个情况 我还是挺满意的 因为你那个也是丧好 是吧 对 而且我看上次你那个性格挺好 是 嗯 时间到 我出的题是什么呀 就说我最关心的 对呀 最关心的问题 您问了一个问题了吗 最关心的 一关什么 我看到他 因为他也是北京人嘛 是吧 好 我们来考验一下我们的班大姐 三分钟之内 问出您最想知道的问题 开始 您在什么地方住 我在西志文 西志文 嗯 您有 家里有住房吗 有 几间 我就是过去那个分的房 分的房是 就是 就是 小两居吧 跟谁在一起 现在就我一个人 他俩的性格我感觉有点不大 嗯 我觉得我跟那个男士也合适 因为我俩的性格 您对魏先生满意吗 还可以吧 交往交往 了解了解 您是这样想的 那您就继续往下听 来一号女嘉宾 喂你好 请问您有什么话对我讲啊 嗯 有很多话见到你很高兴 谢谢 就想跟你抱一下 没问题 抱两下咱一会儿 我就是喜欢这个二号男嘉宾 就是这位是吗 魏先生 魏先生 您看您就喜欢他就得了 前辈一直说喜欢我 整理我这心突出笑 最后是喜欢他 好 他的性格跟我的性格差不多 都是那种不会 就是 谈恋爱的人 哦 那多不好 两人都不会谈恋爱 如果我要喜欢的话 我就会主动的 那你喜欢吗 嗯 我喜欢 我还是挺喜欢的 你妈呀 姐 情敌出现 嗯 正常 正常的 这位女士 您给我们魏先生打多少分 我给他打 95分 哦 您给魏先生打多少分 几分 感觉就马上得了100分 还有机会 可太正 我给打105 1号女嘉宾 您觉得你有什么优势吗 出来了 哦 我没有什么优势 我就是跟那个男嘉宾 2号男嘉宾那个性格是基本上相像的 那个您多大年龄啊 我54岁 我是西安人 现在常住北京 哦 常住北京 对 哦 跟谁住在北京啊 我女儿给我在这儿买的房子 自己单住 哦 那也就是说 有独立住房 对不对 住女儿的 是人家姑爷买的 那管他呢 那咱也有地儿住啊 对对对 就是一个人住 嗯 会不会觉得 有点寂寞 对对对 挺寂寞的 现在每天就看着 咱这个 那您得找个会谈恋爱的 你找个会谈恋爱的 每天跟你谈谈多好啊 那我们这种性格不会谈 你谈起来也挺好的 哦 哎呀 您没想到吧 我还给你带饺子 啊 我还给你带饺子 我还给你带饺子 她的说 那他还会包饺子 不是 我给你带了 对 带来了 给你带 您别着急 给我带 肯定给仙人带的吧 不是 真的给你带 我不知道他 是吧 我真不知道 给我带的饺子 姐 你会包饺子吗 一浩姐 会 包饺子 擀面条 红烧肉 都会做 感觉你今天没有的 你们带 我那个 经常看 改天给你们做 从那会儿就追个人 这个 根本就不能看表面写一下 对 他写的有数 到一定的时候 他会觉得要怎么做 人家给打105分了 那我就打106 卫先生 您有没有想过 会出现这种局面 还真没想到 您给班女士打多少分 那也是106 好 现在先生 您有一个选择的机会 我们有一个单独交流环节 您是愿意单独 跟这位女士交流一下 还是单独跟1号女嘉宾交流一下 她还是有一点 也喜欢这个女士吧 我还是单独 跟那个班女士吧 我刚刚特别一说了 这个就是在先生了 也无所谓 对吧 交流之后 如果您觉得合适 当然就很好 您也觉得合适 如果您觉得 或您二位中有 因为觉得不合适 您还有机会 跟1号女嘉宾再交流 好不好 好 好 掌声欢送一下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上总的期我看了你那期 因为原来跟我想象的条件 太深刻了 我也有条件 因为你也是一个女儿 然后 这边有房 没房的好 您也是丧好的 所以当初因为我 因为自己的想法 当初就最好 是找这样的条件了 所以现在本身 那好像比电视上更好 爱情如期而至 魏先生与班女士 在演播室后台 相谈甚欢的同时 今晚的1号男嘉宾 也正走向舞台 他能否再选择 邂逅美好的爱情 咱们拭目以待 掌声有请 1号男嘉宾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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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潘一鸣 今天65岁 从澳大利亚悉尼 回中国探亲 我在澳大利亚 他生活了26年 刚刚退休 一个月能拿到 1600个澳币 相当于18000人民币 因为我有自己的房子 在西方的物价 还比较低 所以说有一半的生活费 也就够了 他跟海鲜比较便宜 那个虾吧 189块钱 20块钱就一公斤 都这么大 他一个人也挺孤单的 这次回来就想找一个伴 现在是流行这发型是吧 哎呦 您还是留了很多年了 没有吧 不过就算 就就这么个光头啊 一直都是吗 对 这个男士还是青春 他肯定是有一定的修养 素质都有的 在澳大利亚 悉尼居住吗 还是沃尔本 在悉尼 您去那边多少年 我去26年了 26年 对 当时算是劳务输出吗 不 留学 一般留学出来以后 最后都会做一些 比如跟电脑啊 什么有关的 然后您选择了 这个坐巴士司机 很辛苦吧 我是很辛苦 然后您去 我是第一批 我到澳大利亚的时候 在悉尼大街 走一天都见不到一个中国人 嗯 现在满大街都有 现在满大街 悉尼都是中国人 对 为什么呢 在澳大利亚有100多万 就在悉尼啊 嗯 就差不多100万人 整个悉尼有多 都是华人 我知道 整个悉尼有多少万人 悉尼550万 加外来人口 达到850万吧 有100万就是华人 对 有100万 相当多 嗯 华人已经是个大的一个群体了 嗯 在当地华人也都 进入当地的什么选举啊 就让议员 成为议员啊 市长啊 是吧 已经都进入到澳大利亚政叹了 他这次回来 是专门来的选择 是 嗯 好像他刚讲的就是 什么时候开始想起来 要回国的 我说退休了 退休完以后就回来了 嗯 我今年65 拿澳洲养老金了 那您将来 我特别想知道 您是准备在北京生活 还是去澳大利亚生活 回澳洲 因为我澳洲有房子 嗯 我北京什么都没有了 爹妈也不在了 嗯 哦 您合着就是回来找媳妇的 对 然后带个媳妇出去 对 就这个意思 那您为什么不在当地找一个呀 当地那么多华人 我赶上了 看个电视 你们的选择不错 我就上来了 在哪生活都是一样 对对 在哪生活都可以 嗯 我没有负担啊 现在就是 本身就是老到国外旅游呀 旅游画画呀 之前有过婚姻经历 对不对 对 我离过婚的 呃一次还是两次 两次 两次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元配 第一次元配 因为我爸爸家出国以后吧 你是到北京找的是吧 那是元配的 嗯 那最早了七几年 一直维持了十几年婚姻 嗯 嗯 因为我第一个媳妇对我父母不孝顺 我呢 又呢 但是您是把他办出去了吗 也没有吧 我没办他 把儿子办出去了 哦 就是我原来的儿子呢 也在澳洲 嗯 大学毕业完以后 自己独立的生活了 嗯 跟你关系好吗 不搭嘎 为什么澳洲嘛 就不像中国这种 是吧 这种情况 嗯 不搭嘎 还有他的生活 我有我的生活 是啊 但是你们过年过节聚会吗 就是看 打个电话 问你们看看 拜拜年就完了 有没有觉得有点空落落的 是 我现在也已经开始脆弱了 啊 小时候大65了 我知道没有 我越往后过的日子就越难了 至少他那什么 那就是不像那个 那么大岁数的那个人 你看他的脸 红光 嗯 红光的面 您的第二段婚姻什么时候开始的 第二段吧 第二段我搞一个上海老婆 五六年前吧 嗯 完了以后吧 哦 五六年前 那您中间单身了很多年啊 单身了差不多十几年吧 嗯 完了以后找了 这个老婆吧 她带了一个孩子 这孩子嘛 又挺眷恋她妈妈的 知道吧 到什么时候她跟妈妈睡 认识刚九岁吧 现在十四岁了 五年了 嗯 她还跟她妈妈睡 嗯 那就形成我的婚姻 本身就说呢 有问题 那已经有问题了 嗯 对不对 那就等于我这个婚姻本身就要有名无实了 嗯 对不对 她正我 所以说的话我就离了 她也同意离 同意离 我们的和平和平 大家还是朋友 她也在澳洲 她也在澳洲 我给办过她 那等于就不是婚姻呀 是不是女的 把她当一个 反正不当老爸 就可以说 把她当那个桥梁吧 您做好 重新开始爱情的准备了吗 那是 我是得找了 再不找我就 几几天吧 我还可以挑挑年龄段 再过几年 不是我挑人 您挑我了吧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 中国的妈妈 她要是跟着您去澳大利亚了 那她的孩子怎么办呢 她会想 有 您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我 现在我 现在我真的也说不懂我了 嗯 对呀 最好办一个 别办俩 我姑爷跟我姑娘 现在就担心我自己 我也不带孩子 不带孙子 人家家里边有保姆 人家过几年 也都定居美国了 或者说 她孩子不需要她 人家国内生活得很好 最好别 最好就没有孩子 妈 那您得自私了 你还要自私了 她在婚养的时候 她还是在养啊 您还准备再要个孩子 我是男人呢 我都养杀俩子 我都无所谓的 问您这年龄 随时找年轻点 是不是 多点差不多可以了 还有能力多养杀俩子 过生活 就是孩子吗 过人吗 她这个条件 好像只有年轻的了 是不是 人家要年轻 能生孩子 还不一定选择你呢 这种事 绝对在我身上 我是连想都不行 那人和人不一样 我相信肯定 您那个要求 作为您的条件而言 可能会有女性打电话 但人家万一就是为了 为了您那个身份 不好好跟您过 您岂不是不光孤单 还得受回打击吗 别竟人嘛 不能考虑 自己怎么 的所得 应该考虑自己的付出 我认为是这样 我愿意为 我的缘分付出 这是一个善意的提醒 任何事情都是因果关系 你只要付出 你说你真有爱心 你两个人就是 那孤儿院可以收养一个 养上你 说这种话 比你说再找一个年轻的 生一个孩子 好得多呢 是吧 你要有爱心 有钱 走第三段婚姻 然后呢 我并不是说 我就喜欢付出 我更多的 我认为你想找个伴 想安度晚年 对 所以我特别希望 你把那个跨度 跨度大一点 所以我特别希望 就是你说的似的 我找有缘人 如果找有缘人 你就别那么刻板 刻板就不是有缘人了 一个配合我生活的人了 成了 我要这样的生活 对吧 我现在也退休了 我也没事了 我也有退休工资了 我生的一俩三 找一个人配合我 真是这么回事 他应该改变他的思路 我们经常会说到 这个相经过程中的条件 是提给那些不合适的人的 对 一旦找到那个合适的人 所有条件都不称其为条件 比如我们现在就有一个 特别好的例子 我听到后边 这个魏先生和班女士 他们好像 他们俩好像回来了 在演播室后台 一直私下交流的 代驾带曲团嘉宾 魏先生和班女士 彼此都感觉十分满意 两位约定 节目录制结束之后 再做进一步高通 其实魏先生刚才就跟我们 特别好的诠释了 刚才我们说的那句话 一切条件都是为那些不合适的人准备的 所以像刚才张美说 我要找一个55岁的 55岁左右的 一下见到班女士 59岁 60都没关系了 所以所有的条件 都是为那些不合适的人 想法就不一样了 因为他可能是生活条件比较优越 所以说他就是想要 就是说子孙满堂那种生活 他在国外生活那么多年 其实他的思想中 已经有了很多 在国外生活的那种印记 所以您得接受一个 就是或者您得找一个呀 跟您一样 有比较心潮思维的人 碰碰看 也许的 来看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掌声有请一号女嘉宾 您好 好 您好 很漂亮 您好 很想见 谢谢 我们来到大里面就不好是吧 有 有 好 谢谢您 谢谢 一号女士唐云 54岁 西安人 婚姻状况 先丧偶 后离异 职业 汽车贸易 已退休 爱好画画 您带的个什么好东西啊 这个是我来以后 画了一点 画了两张画 画的也不好 因为我刚学的 跟上时代不发的人 衣桌打扮 而且还学画画什么的 现在都 老年人都是这样 橘花是吧 对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 怎么样 不错 好 还不错吧 也没啥爱画 就是理由 在家画画 画画的确实不错 线条也比较突出 也比较清晰 也就很用心吧 我们在录制之前 给这位女嘉宾拍摄了一个短片 我们来看一下 嗨 阿姨你好 韩滨岛你们好 你在家等着呢是吗 对对对 我在家等着呢 你家房子真够大了 这个就是姑爷给我买的 姑娘跟姑爷吧 她在附近小区住人 就是她不在这 就是一段时间过来看我一下 我没事的时间就在这画画画 后面这张画就是您自己画的吧 对对对 这张画就是我自己画的 也是 画的也不好 自己照书上学 最后就跟老师 现在上老年大学 跟老师就是一天学着画呢 我每天在家吧 就是画画画呀 买买菜 做做饭 人家都是画吃 我现在成了画吃了 有时候我画画的时间呀 都忘了吃饭 忘了睡觉 反正就是一直的 就是在那画画 反正就沉迷到这个画画里边 没有啥别的爱好 就是一个画画 很有感觉呀 潘先生您觉得呢 不错 很好 很有感觉 所以我还是挺幸福的 是吧 但是我估计她可能年龄上不符合您的要求 来看一下基本资料 唐云 54岁西安人 先上后离异 商人 什么方面的生意呀 以前在上海做车生意 在上海工作以前 在西安工作 最后买断以后就下海了 去上海 现在还在做生意吗 现在没有 就现在就完全在家里修心养性 对 她生活又很有品味 还有质量这么一个人 这个男的能不能适合她 如果适合不了 那也不行 对潘先生印象怎么样 还挺好的 挺好的 不知道这个魏先生 您还喜欢吗 很好 很好 关键是 您对潘先生印象更好 还是对魏先生印象更好 魏先生 魏先生 您替人说 sorry 那都好 您有没有想过将来 比如说结婚之后 到遥远的地方去生活 这个是看感觉呢 看感觉呢 感觉好 一切皆有可能 要是感觉好的话 有共同语言 我也没什么要求 现在孩子也长大了 孙子也不需要我看 家里边人家有保姆 什么都有 就是我自己 父母也没有了 现在就常住北京 因为为什么要住到这呢 因为姑爷跟姑娘吧 他想着我住到北京 就是他看我也方便 我看孙子也方便 有人给我买一套房子 你就住到那 他生活又很有品味 还有质量 这么一个人 感觉自己 哎呀 有事 特别孤单 在国外来说 就寂寞才是要生活 不明说像中国是 三大姑 八大爷 打个麻将 打麻将 什么 干嘛 没有 你习惯了那样的生活 活就一个人 回家就一个人 走了就关什么 完了都干嘛干嘛 上上网啊 我两个电脑 怕有时候高兴了 就放我音乐 看个电影 但是毕竟 在年龄再大一点的话 确实需要有人陪 我觉得 两个人可能才叫生活嘛 对 两个人叫生 一个人叫单身汉 一个叫家 他俩觉得挺合适的 因为他这女的 就是会画画呀 挺有什么修养的 就这样的事 没有说生小孩 那种条件的话 肯定他合适 其实潘先生呢 我觉得他的要求呢 是希望有一个年纪 可能跟他 差距稍微大一点的 但是最好呢 是没有孩子 然后呢 能够跟他呢 去过独立的二人世界 是这样吧 刚才都表达很清楚了 就是这样 您给我表达的多轻轻 好的 那我们就希望 尽快给您找着合适的 好吗 谢谢您 比如说像我姐这样的 堂姐这样的 她是54岁 您觉得年龄合适吗 这就我这么说的 不能说 那您到关下室里再说吧 直接说吧 没事 挺好的 但是可能不合适您 是这意思吗 这种人他很固执的 他 我就分的要找一个 能伤害的 像还要做到年轻 哎呀妈呀 我谢谢先生说吧 先生虽然您不说 但是从这个唐女士上来之后 您的肢体语言 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了 对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对面做的 从唐女士 坐到这之后 您的身份自然就转向了另一点 您再告诉我们 可能从您的角度而言 它并不是最适合您的那一天 对 而且还特别想企图下去 但不适合我 对 好的 那行 没事 那您休息一下 好吗 谢谢您 好嘞 好嘞 谢谢 谢谢您 我也不会刻意地表达 刻意地 就是心里想的 跟实际做的两码事 我不会扔的 因为我在澳洲 把生活这么多年 对吧 所以说的话 就考虑问题也好 有什么想法以后呢 就比较直接的 就表达 周五官呢 可能也不一样 五六岁的人 也比较优秀 他刚才那个多优秀啊 那一号女嘉宾 但是他不适合我 其实 我在一看这个字 先上澳后离异 我就会觉得 您肯定经历过 诸多的不容易 对 最初 第一任老公 是在孩子多大的时候 离开的 三岁 三岁 那那时候您才二十多岁吧 是什么原因啊 意外吗 出事的 意外 车祸 我也没见 一直 不见也好 他们不让我见 那时候其实你们感情 应该很好吧 我们很好的同学 那等于他们家的 顶梁住不倒了 说二世 我天都塌了 对他打击够大了 哎呀 确实也是不容易 不容易 人生都不容易 在这种情况下 真不容易 可以说那个时间 就跟他换了一样 整整一年 就是走不了路了 哎呀 都不能提 也不想想了 就为了这孩子 我老想着 等到他大学毕业以后 谈这个事吧 嗯 最后好像是 哪一年在上海回来 是99年 朋友给我介绍一个 当时也不了解 嗯 他也有两个孩子 你是做生意的吗 嗯 当然您会不会觉得 两人有共同语言 哎 那就太仓促了 嗯 跟人介绍 最后就跟他 哎呀 很快就走到一起 嗯 最后本身我一个孩子 本身负担 他上了一校 本身负担是够重的 我都找上他以后 我还得再管着他的孩子 嗯 又负担更重 最后就坚持了两年 坚持不下来 我就 让两个人说的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就是他带两个孩子 您带一个女儿 对吧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三个孩子的压力特别大 本来您觉得 是找了一个做生意的人 然后两个人呢 咱们 我也没指着花你钱 但咱们俩 哎呀 或者说我们各自分担各自的 哎哎呀 但等结了婚之后 您才发现 其实需要您分担所有 关键他开始的外债太多了 哦 还有借债 到时候没钱的 无所谓 我还在最后人家 在银行贷款 好像就几十万 他破产了以后 就哎呀 也不行 最后我想着 那负担太重了 嗯 我就跟他 就和平就离婚了 嗯 这样我再都没走 如果他外边欠好多债 和他结婚 他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 这个难题就是利用他 因为我女儿 在北京 你想看 考到北京大学 花费挺大的 当时把我一压得有点 我都太急脱了 就是女儿上学 最后这一件事 包括离婚 把你的锐气给打没了 嗯 是吗 因为您看 其实您在美人的时候 在那个小房间的时候 王毅老师 您还记得 他当时说话的状态吗 我喜欢他 加分加分 对呀 我给你打一百零五 哇 一号女嘉宾 您觉得你有什么优势吗 我没有什么优势 我就是跟那个男嘉宾 二号男嘉宾 那个性格是基本上相像的 他可能是那种 我们要找情境人 就是我在一个情境中 我喜欢安静 那我就是这样的人 可能刚一上来 然后我们就觉得 这位先生和这个班女士 似乎已经插不灵了 嗯 所以他可能就开始 沉浸在你问他的话题中 嗯 然后他就会回到那个时代 嗯 那个时候 孩子要学艺术 好 大把的钱 嗯 好 那种压力 嗯 然后可能对第二段婚姻 那种仓促的 也有些自责 对 所以他的情绪就下来了 嗯 这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多好条件啊 你安慰安慰 你说这真是该该追 好 要是 对 那你怎么 我跟你情况不一样 他虽然 越强越强越强 越弱越弱 他如果找到一个 比如像我们的人先生这样 每天 哎 琴棘书画 每天这样 他就会很闻 然后他会每天在那 画画两个人 各干各的 如果他找到一个 特别开朗的先生 他很快 他在另一面 也会被吊出来 对 他也偏偏玩得很高兴 对对对 你说的很对 您会介意 比如说 像人先生这样的情况 他很有才华 因为我接触过他很多次了 那他唯一的问题 就是他住在一个大杂院里 您会介意这个吗 住到哪都无所谓的 关键是 要看这个人的感觉 那您回头看看 要是 有共同语言呀 也就是说 当时其实您的第一次 从镜头里看到 任先生和魏先生的时候 您就选择了魏先生 对不对 魏先生一上来 他就觉得 这性格各方面 都挺附和他的 因为我当时 也跟他没交流 我也不了解 那你想跟魏先生交流 这个人的性格 还是挺沉稳的 挺文静的 有涵养 我喜欢这种性格 跟他交流过程 就散开你的心扉 你的什么想法 跟人怎么干嘛 你就去谈谈你的看法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机会 您还愿意跟我们 这个大家代理团中的 二号先生交流一下吗 也可以吧 反正就先按程序走吧 也可以 班姐您愿意吗 愿意 一脸的不愿意说愿意 我在里面前的半天老 我一定要跟他说 他做好一点 那关键是魏先生 我们这位二号先生 您愿意吗 一号女嘉宾 我也见到了 就算 他就是一种选择 会不会心里有点凹淘 没有没有没有 闹心 我还希望这位 我是看着他小 所以我希望姐姐成 我看着他 对 你希望他成 那您怎么办呢 没事呀 还多着呢 我再选择呀 二号男嘉宾 来到选择部 二号男嘉宾您好 说主持人好 说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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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在给您上课呢 王芳 我要跟你说一句 完了就是一号女嘉宾 我觉得特别优秀 而且他说的那个 他那个爱人出现这种情况吧 而且出车祸了 我也出过车祸 我很同情 这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说 他呢 自己把孩子给抚养到 这么多年 他真是付出了心 心酸了 这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 他真是也是不容易 这么多年过来的 摸爬滚倒的 我也想见他一面 您想见一面 也就是您对我们 这位女士印象不错 还好 掌声有请 二号男嘉宾 二号男士留学妇 六十四岁 户籍北京市海淀区 婚姻状况丧偶 职业北京四十七中学 总务处退休 您好您好 请坐请坐请坐 您可以放开我了吗 陈先生 您怎么那么有意思 有点紧张 害怕 太阳挺韩厚的 挺老实的一种 您是一般跟人握手 要不说放是不放的是吗 不是 我一般握一握就完事了 我这情况 怎么握一握没完事呢 因为我听说你是东北老乡 东北老乡 我也是内蒙的 内蒙的没错 我是内蒙古的 但我确实不是东北的 我是忽蒙的 您是忽蒙的 我是包头的 您是忽蒙的 角度不一样 不是角度 是方向不一样 对方向不一样 对我在西边 您在东边 对 我是内蒙的 在北京那么大的都市 见得老乡 挺高兴的 我是八岁从辽宁 三天之严灾害的时候 父亲领到内蒙 从内蒙呢 91年又调到北京 我爱人是北京知青 我爱人是92年 是02年吧 得病 02年 对 您早说了10年 得得再生再生提许 怎么治我们都治了 我和我姑娘 我姑娘今天也来了 我姑娘付出比我还多 姑娘管上我管下 就这样我们管了八年了 所以她就最后 09年第11月18号去世了 这个病很难治了 再生再生提许 就是照须机能不行了 刚才爸爸讲这些的时候 心里难过吗 难过 我也眼泪寒眼车的 我爸和我妈挺不容易的 我妈是六八年下乡 因为我姥爷是教授 就是黑五类班的时候 然后必须就得 家里得有一个下乡的 去到内蒙以后呢 可能就是为了生活 就我妈有一句话 我记得特别清楚 她说是天冷 嫁给了一张炕 然后太饿了 嫁给了一袋粮 就是说跟我爸呢 他是先结婚 因为住在我大姑家 就是报恩的心情 先结婚后处 作为女儿来说 我不愿意说这些 他们俩也不是很幸福 就是说我妈是英语老师 比较是 阳春白雪 对对 我刚才还想 就是第一位那个大爷 虽然酸文甲醋的 但是更适合我妈 生活就是成就严 这个人吧 知道吧 他属于是挺实在的男人 真是挺实在的男人 一直以为他 那个女儿 避免 和别人 因此 还感到 王柯 全部 努力 不 仍 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岁数大了嘛 主要是健康 他讲的时候就觉得很像我家 就很像我妈妈也是一个这种小知识分子 内心老有一些的小的浪漫 但是真的是身体特别的不好 所以一路走来 我觉得我爸就扛着他走 身体特别特别的不好 所有的病都得了 所以我们全家就把我妈妈当成一个小孩子 我妈妈离开的时候 我们不认为是妈妈走了 我们认为是孩子走了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女儿 就是这样的人的爸爸 一定非常的脾气不好 生活的压力太大以后 他就心眼特别好 我爸爸也是 但是脾气肯定就会有些 我爸就心眼特别好 脾气不好 总是批评我 那我也挺有办法 他就是生活的这种太多的压力了 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我特别知道 发过脾气的话 往这背后再就好像对你好 这样也可以 是不是 因为她毕竟她本质不坏 心眼好 这个女儿的话 非常的质朴 对 在这个关系上 我跟很多的来到这儿的孩子握过手 这个女儿的一双手 我心里扎了一下 我们俩年龄差不多 但是她的手是一个完全是干活干出来的手 我在想她们生活在城里 怎么会就是干了这么多活 这样我们往回推 从这个细节往回推 在妈妈生病的那些年里 她也好 父亲也好 一定是付出了巨多 我采与这里边 而且我姑娘 我女儿吧 但是很重 因为我爱人是下乡的 在临终之前和我女儿说 就是你姥姥 你姥爷 你要替我去帮助 多管管她们 她还得抽时间去管她们 她们都90多岁了 我岳父93了 是94了 我岳母也接近90了 所以说我女儿呢 有时候就是在自己包饺子 当煮完 捞出来 就送到我岳母她家 回来她们自己再吃 第一波就先给她们送去 所以说她单子很重 我就告诉她 我说我有 我挺好 我一个人挺好 明白 来 先生 我想知道 您刚刚对这位女嘉宾的印象 还是不错的 是不是 她很不错 自己带孩子多不用 无论男女啊 环境条件差 差得太悬殊了 知道吧 也不好匹配 太太不好匹配 您觉得这位先生 状况适合您吗 挺好的 64岁 还得过一个多月才64岁 希望你们更多能够了解一下 您休息一下 好吗 我感觉我还是特别紧张 该说的都没说出来 这位先生呢 你感觉怎么样 站在台上的那些 也很好 我感觉还是不太适合我 我在学校里工作过 总务处的人其实 真是一个就是什么事都得管 对 操心 而且得细心 对 有的时候还得胆大 要不然的话 很多事做不了主啊 对 是不是 对 您在总务处做主任吗 比主任小点 副主任 就那样吧 还是组长啊 就是组长官和拉提巴糟的 你现在觉得这二号先生 你感觉怎么样 还行 不错 爱人走了有三四年了 对不对 四年龄 四个月 零 两天 你一直在算 对 所以其实虽然女儿说 你们经常吵吵闹闹 但是你对爱人的感情 还是很深的 是 因为我爱人下乡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文件 就是说 离婚的可以回来 他说我不离婚 我既然是站这儿 没回来 后来又有一个文件 说是 如果离婚 带孩子也可以回来 他也说 看看我 看看我女儿 就哭了 说我不回去 最后又有一个文件 就是我们也可以回来 但是自己的 找接受单位 而且我在这里 也借此机会的 说一句 也感谢47中领导 当时许不云 接受我们的 所以我们在那儿 也都 我爱人也 干得挺 很好的 我干得也很好的 而且害 平贵海 电区 能春教育 现金工作者 他生活中 挺不容易的 我想知道 这几位 都是您家的亲友团吗 那边的四位都是 叫我姑娘 那个头上那小小伙子 是你们家什么人啊 那是一个 我也是一个姑娘 她管我叫干爸 她的弟弟 就是在我家住呢 小伙子您好 您管这个叔叔叫什么呀 叫叔叔 就叫叔叔 你怎么到他们家的呀 我过完年过来找工作 然后我姐说 在刘叔家住下吧 就跑人家住去了 那刘叔对您好吗 挺好的 给我做饭 给我整理铺子 这是好心吗 就好心 是不是啊 我觉得她有一份爱心 那她的姐姐 您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我们一次开会 就是一和三庄 他们是 就是卖那老年用品 什么样子住的 只能有个度啊 在现今社会里头 您觉得她让陌生人 住到他们家超过这个度了吗 我认为超过度了 这个闺女 您好 爸爸经常会把陌生人 带家里吗 经常会 我提醒过她 我说万一是坏人呢 我不是跟弟弟这么说 以前 去年也有过 以前也有过 她很亲信别人 还把钱借过给过 别人也不还 这些事情都有 我爸特别热心肠 我觉得他是一个 有责任心 有爱心的一个男人 您要经常亲信别人 会不会也会被人骗呢 哎呀 也有骗的十分 骗您多少钱呀 没多少 不过外地的 特别是 就是那个老家那边老乡 我也不认识 偶尔就找着我了 他也不知道 怎么我的电话 因为我和我爱人 在医院治病吗 有的那个病友什么 就把电话给操走了 老打电话 要给买药寄去 这个那个 有的时候就说 我怎么怎么 跟你有亲戚 我来到这儿 北京挺困难 有时没有钱 没有这儿 给我借 三百几百的 我说不借吧 还不好意思 借完了呢 这儿就买了 那您下次就别借了呗 反正现在我 我一般我不愿意借了 我是不借了 对呀 就是像这小伙子 在我家住行 吃行 我不借钱了 我跟他比达不到 他最后 有时候 就来吧 我来啊 有时候 我开了 刚才 这儿就算了 我来去 快点 我来 这儿就算了 好了 我来 我来 我们这儿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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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的 我家里边的话稍微有点困难 稍微有点困难的话 我呢就是说是临时的 借您五千块钱呢 我下个月给您就还 那也可以 对 就借五千块钱 就下个月 行吗 行 可以了 哎呀 真是谢谢刘哥了 这刘哥没白叫 这刘哥没白叫 不是关键刘先生后面有句话 不知道王老师听到了吗 说还也行 不还也行 哎 到了下月了 哎 到了下月了 这林大哥没还您钱 你怎么 但是女儿催你呢 是吧 女儿说你这钱不对 你赶紧给我要 你怎么要 女儿还我要啊 对啊 我女儿不管我的钱 不管 你怎么要钱啊 先生 您那您这要是这个五千 那个五千 你有多少钱呢 也没多少钱 我一个月公司也就几千块钱 三十千块钱 我得先才学习 但是男生啊 不是常做这个事情 确实困难 其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 在内蒙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地大哈 人少 从我们说从老辈上开始 就是哎 走走走遇到一家人家 好 其实挺不容易的 哎 然后就会进来吧 喝点奶茶吧 你知道 他就是这样 然后慢慢的就一代一代这样的传 所以他形成了一个特别热情好客的这样一个性格 好 然后比方你这位小伙子 可能你会觉得 第一个 有个这么人您不烦 可能你觉得还有事干了 被需要了 会吗 就是我一有用 我反而高兴 每天是 我也说 直接跟他说 有一天我跟他说了 那有一个多小时 对 这也对他来讲 他还没找着工作呢 你帮帮他吧 你看 这个极大的满足就是 哎 我可以指引一些年轻人 用我的阅历和经验 这就是他的乐 你看 挺实在的 这么一个人 但是他都没找到好 你们那是过热的家 不是旅馆 您千万别再往家招人了 要您成宿舍了 嗯 您说呢 像您这性格 比方这小伙子 一年没找着 一年半还没找着 找了个工作 挣一千二 您怎么轰他 我不轰他呀 就在我那住着 我也不要钱 那问题是 比如说您找一老伴 人老伴说 我不愿意家里这么多人怎么办 是不是 那就跟他再商量呗 你看 这谁商量 这小伙子 小伙子说 不 我不找书 我就想在北京待着 我哪也不想去书 我求你了 哎呀 那我那个有主卧 有次卧 还有那个客厅 还有餐厅 就可以找一个地方先住出来 你看 人家新的找的那个 这个 我们说那个老伴不同意啊 哎呀 我们家有住地儿得了 这样的老伴呀 也不能说不理解 因为在外地孩子都不容易 就是他挣钱多了 他自然就会安排好 首先呢 因为这位兄弟在这儿 兄弟 我姐给你一个提醒 老人有爱心 非常好 但尽快找工作 不给别人添麻烦 是不是 要不咱就不来 来咱就得自自有办法 您这样的情况呢 关键是什么呢 万一碰到掉不好的事情 女儿多着急呀 是不是 弟弟他也很老实 一会儿他就不好意思住了 再说他不好意思了 是是是 小兄弟啊 姐跟你说的意思呢 是说 这个叔叔人特别好 他现在确实寂寞 有个人跟他说话也挺好的 而且您这形象 这气质 确实一看就是个好孩子 是不是 而且你是不是也怕叔叔哪天出去 谁跟他一说一呼又夸 我钱都给了他叔叔一点钱没有了 对 是不是 你希望叔叔借给那个人叔叔钱吗 我觉得还是可靠的再借了 需要帮助的人给他还可以 这个就是说的有点夸张呢 我们做了那么多节目 我真的再次提醒中老年朋友 看好自己的财产 包括钱 包括房子 再好的朋友 救急不救穷 这是咱们中国老百姓 从古到现在就有的一句话 您别说他日子不好过 我给他一些 那您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而且您这样是滋生了他的懒惰 就您对他是没有好处的 谢谢王芳这一片冰清玉洁的心 这是对全家的老百姓 献上的一颗心呢 比如说您现在就管他借五千块钱 您是为什么借呢 我家里边的话非常的应急 我母亲的话他住院了 而且我弟弟带的钱出去了 召集现在的话 您先给我帮忙 把钱的借给我 等我弟弟回来以后 马上就把钱给您还上 有病的情况下 这可以 就我没有我从别人借给人家 哎呀 刘先生很感动啊 刘先生 就这样啊 我碰到的问题 就比这个先生的麻烦了 就我马上就失业了 从下回就没工资了 但是我呢 这么多年也不赚钱 所以呢 我首先得跟您这儿 开对点开对五千块钱吧 您借给我 但是我事前跟您说好了 我也不骗您 后边下个月我也没工资 我可能下个月还还不了您 我得慢慢找工作 十天半来月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着工作 您能借我吗 那个这种情况吧 就可以适当处理 暂时有多多借点 有少少借 那你说也不能看着一点不借 哎刘哥 哎我刚才看一件衣服 特别好看 就是我想的那样的 可是呢 我真的挺紧的 您先借我点 不多三千 那不借 买衣服不借 还行啊 还行 有借过 印象不错 现在有没有感觉 是更好的 我觉得 应该更好一点 二号女嘉宾 你好王芳 你需要借钱吗 我对那个几号 那个对爱好印象挺好 是现在这位二号吗 对对对 哎呀那你赶紧登场 掌声有请二号女嘉宾 二号女士刘兰容 56岁内蒙古人 职业国企职工 刚才这过程 您听到我们跟先生 开玩笑了吗 听这一点点 嗯 您觉得他是不是挺实际的 特别实 你喜欢这样 听我还实败 你喜欢这样的吗 喜欢 他跟他的比较般配 这俩还是老乡呢 对这回他俩应该行 内蒙古非常狭长 从西到东 有12个城市 请问您是在西边呢 还是在东边 我是在北边 北边 请您猜猜他在哪里 西里号特 不是 不对 您是哪里的 我是呼喽边儿蒙的 我是呼喽边儿蒙的 哎呀 热伦春起 热伦春起 哎呀 这隔壁那块不远的 是啊 你们的家乡很近呢 小的时候有一首名歌 高高的星海林 一片大森林 什么森林里住着 勇敢的俄伦春 就是指你们那地儿 您是厄伦春族吗 我不是 我是汉族 汉族 那您到北京来是 我是第二互乡北京 您来北京多久了 来了有七八年了 是陪孩子吗 以前是陪孩子 现在孩子到沈阳去了 您一个人在北京 我一个人 还有我们家人 我弟弟 我妹妹 我姐姐都在这儿 我们家人都在这儿 这一共同点就揪起来了 他俩都容易成 这把孙人吧 他比较快幼 另外都是老乡 合着您跑这儿来认老乡来了 认老乡 你刚刚听说 他是呼伦贝尔的机动吗 机动啊 老乡见老乡 在首都家碰着老乡 真不容易 哎呀 关键是 他说了他要管老乡借点钱 借点钱我就看是什么情况 开玩笑啊 这节可不差 来两位交流一下 那您的户口是哪儿的 我户口是在老家呢 在老家了 因为那么大岁 不需要好像户口 这儿 孩子呢 孩子在沈阳 几个孩子 一个 男孩呢 男孩 现在已经成家立业生子 也成家立业生子 也成家立业生子 孙子一周睡多了 她还是有一点 也喜欢这个女士吧 对这位女士印象怎么样 就是 就是 特别好吧 特别好 您还说就是 还犹豫半天 不知道她在犹豫什么 再回家过日 多好这个 又能干 好 那您休息一下 好吗 这边我们来听见她的故事 二号女嘉宾 也是那帮子 就是我们老乡 我对她感觉到行 但是她不是北京户口 我讲了医保 要治病什么 我害怕 因为我爱人有病 有病 我还不过 谁要治病 我还不过 老乡 我对她的还不过 她的老乡 我对你 我对她的 我还不过 我对她的女孩 她的女孩 都不发生了 她对她的大事 她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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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是女孩 她的女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号女士刘兰荣颇为无奈的情感讲述 让人唏嘘 今晚的选择也即将进入尾声 录制结束之后 彼此心仪的代价代曲团嘉宾 魏先生与班女士互留联系方式 而我们的编导也对他们的交往进行了后续关注 基本是没有间断 反正每天打个电话 反正共同语言挺多的 每次都是他一打 就是打一个小时 刮了刮了我说 他几乎就说不上话 然后去了一趟植物园 北京植物园 那日正好花开得挺好的 想着一下外边的空气 但自然觉得挺好的 情投意合的两人进展顺利 他们都对未来的幸福结局充满信心 栏目组祝愿每一位选择嘉宾 都能早日找到新的幸福 咱们一起期待 5月1号选择第三届集体婚礼 人民教师 医生 公司高管 机关干部 四位高知女 七位优秀男士 齐聚选择 60岁的年龄 20岁的身材 岁月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他练就了怎样的青春永驻之法 真的不愿意念书 是 我也知道你不愿意 其实我也不愿意教 那你平时喜欢什么呢 您的心动男士是几号 四号 对我来说非常的满意 您的心动男士是几号 四号吧 男士心中的女神又是谁 他 他 还是他 敬请关注 四月十九号的 高知女 来相见 Zither Harp 你的想法 你的声音 深深烙印在我心底 第一次说爱你 我想你成为我的女人 想了很久 我想想她情婚 这一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 我爱你 嫁给我 你嫁给我 好